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程采用的是全球首创全绿色非补燃高效率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技术 该工程建成后将在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实现 单机功率世界第一 储能规模世界第一 转换效率世界第一 预计年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 平均每天发电136万千瓦时 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大规模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商业化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近年来 随着储能产业的兴起 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事业 作为目前唯一能与抽水蓄能相媲美的大规模常识物理储能技术 压缩空气储能项目被誉为新型电力系统稳定器超级充电宝 那么空气究竟是怎么样储能发电的 通常来讲 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是指在用电低谷时 用电压缩空气使电能转化为空气内能 用电高峰时释放高压空气并驱动涡轮发电 将存储的空气压力能再次转化为机械能或者电能 而常用作储能容器的则是盐矿开采后留下的矿洞 盐学 这是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 中国盐学资源丰富 大部分体积巨大且密封性良好 适于储存石油 天然气等重要战略物资 也是储存高压空气的理想场所 除了盐学之外 未来 气矿洞 人工储气库等其他空间 也是储气库的可行选项 同时 根据运行原理不同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可分为补燃式和非补燃式两类 传统的补燃式系统运行 依赖于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补热 不仅能耗大污染重 而且因压缩热被弃用 循环效率较低 先进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 采用的则是非补燃式系统 它是指 利用自身的内循环 将压缩空气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 待发电时 再将储存的热能释放 成为天然的助推剂 储能发电整个过程全部是物理过程 所以没有任何燃烧 排放 这个过程就叫做非补燃 目前 国内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断进步 先进绝热压缩空气储能 液态压缩空气储能 超灵界压缩空气储能等研究都有覆盖 实际上 压缩空气储能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早在1978年 德国建成世界第一示范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并获得成功 紧跟其后的事 美国 日本和以色列都已建成使用 但是此前 国际上已投用的商业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 采用的都是补燃式系统 并且电能转化效率也比较低 国内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2005年才开始发展 但进步迅速 不仅对三种最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都建设的示范工程 而且建成了世界上首个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并在单机规模 系统效率等方面不断刷新世界记录 2021年 国内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在效率和成本两方面均达到了商业化发展的水平 同年12月 中储国能技术有限公司表示 从目前已建成和再建的项目看 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的系统效率可达52.1% 10兆瓦的系统效率可达60.2% 百兆瓦级别以上的系统设计效率可以达到70%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效率能够逼近75% 随着技术的突破 越来越多的项目在逐渐落地 压缩空气储能规模在2021年实现跨越式增长 截至2021年底 中国压缩空气储能新增投运规模大幅提升 达到170兆瓦 是2020年底累计规模的15倍 原测新能源配置储能以及独立储能成为新增装机的主要动能 另外 通过一系列项目的梳理 我们发现了背后都有一家公司的身影 那就是中储国能技术有限公司 中储国能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产业化公司 其拥有中国物理储能领域首个国家级研发中心 国家能源大规模物理储能技术研发中心 专注于压缩空气储能技术的推广应用 该公司于2018年成立 先后获三轮融资 总计6.6亿元 目前 中储国能1.5兆瓦 10兆瓦 100兆瓦系统及相关技术 以分别同技术授权和技术入股方式实现产业化 技术总作价约18.5亿元 看完了国家层面的科研成果 小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来自中国民间的突破 河南故史县的一个普通村庄 是胡国中从小生活的地方 据胡国中回忆 自从村里通电之后 总是动不动停电 有些时候 家里差的电器比较多时 电就会突然断掉 倘若是平时 偶尔停电也没什么 但如果是寒冬或者酷暑 一停电就是一整天的时候 人真的太煎熬了 甚至有些工厂会受到影响 不得不暂时停工 几个工人只能蹲在厂房门口等来电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胡国中走上了研究空气发电机的路 但这条路并不好走 胡国中的父母全部务农 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并不看重 所以胡国中没有读过几年书 也没有多么扎实的理论基础 幸运的是 胡国中选择了参军 这算是他日后发明的一个助力 自从参军之后 胡国中修过坦克和柴油机 这奠定了胡国中在之后发明空气发电机的理论基础 退役后的胡国中 带着自己学到的技术和满腔热血 回到了家乡 他为家乡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先是开办工厂 解决村民就业问题 之后又主动捐钱建设美好家乡 几年过去 胡国中挣了不少钱 姚身已变成了老板 可他一直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 他想自己设计一款发电机 从2012年开始 为了发明空气发电机 胡国中整整耗费了七年的时间 先后投入超过两千万 资金困难的时候 他更是卖掉了自己的工厂 车子和房子 身边只剩下老婆和孩子 就在所有人都不理解他的时候 胡国中的研究有了一定结果 他真的把空气发电机造了出来 那么 他发明的发电机是如何运行的呢 影片中的这座发电机高度约为20米 扇叶的长度为10米左右 看起来和风力发电机有点像 但作用完全不同 风力发电的工作原理不难理解 简单来说 就是风轮在风的作用下旋转 它将风能转化为机械弓 机械弓带动转子旋转 最终输出交流电 而胡国中的空气发电机 其中最核心的部件是 储气塔立柱中的风能空气压缩机 空气流动时 风带动风车扇叶 扇叶随之转动 之后 储气塔中的空气压缩机 就会在扇叶的带动下 将空气打入立柱 当立柱里充满高压空气 需要用电时 只需要打开阀门 高压空气就会通过管道 进入发电机和变速箱中 通过压强提供动力 从而将空气能转化为电能 这个过程用一句话就能解释 风带动扇叶 扇叶带动空气压缩机 压缩机工作产生高压气体 储存高压气体 压缩空气作为动能发电 对于自己的发明 胡国中十分自信地说 我的空气发电机 发出的电可以是220伏 也可以是380伏 是病网也好 直接应用也好 投资小 发电稳定 污染少 风力发电机仰仗天气 倘若一直没有风或者只是微风的话 电力往往不稳定 可空气发电机是将高压空气储存在储气罐中 这样一来 前期储量充足 之后无论什么时候用都无所谓 与天气的关联性要小很多 稳定性大幅提升 实验成功后 胡国中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 他从不后悔自己这一路上的付出 看到那张专利证书 他觉得什么都值了 但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胡国中好不容易研究成功 并且拿到了专利证书后 他第一时间就主动将技术上交给国家 因为他相信国家人才积极 能将自己的发明更快发光发热 如今来看胡国中的发明 虽然说仍旧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多一道能量转换 能量就会多一道损失 但是比起其他能源对环境的污染 以及不稳定性 空气发电机自身的优势比劣势更大 尤其是对于地广人稀 以及地形不好的地区 空气发电机不用架线 也不用除电池 维护成本能够降下来 自然也具优势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空气发电机值得推广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